破紀錄!美國砸!惡兆救世! 歡迎收看3月26號新聞最正點 今天是全國行動管制第九天 我是馬來西亞南臺鄭兵彥 新聞最正點持續為您報導正能量新聞 國內新聞 215人出院 衛生總監諾西山宣布 截至今天中午12點 大馬新增235確診 累計確診達2031億人 不過也有16人治愈 累計出院215人 政副部長與民共患難 內閣議決首相選理部長及副部長扣薪兩個月 並將這筆款項捐獻給官病基金 截至昨天官病基金總共籌得850萬 孩子繪畫傳遞正能量 在這個新冠肺炎防疫的非常時期 吉隆坡一家繪畫學院My Art Studio TTDI的老師和孩子們 就發起了一項活動 透過繪畫來傳遞愛和正能量 為大家近期所經歷的緊繃情緒 帶來一絲溫暖 中國援助 沙拉越 中國駐古境總領事陳廣中 今天向沙拉越移交首批援助物資 即2萬個由福建省政府捐贈的口罩 同時宣布中方的援助方案 其中包括分享中國診療技術和防控經驗 向沙拉越提供遠程醫療協助等等 現在我們把時間交給國際組主播學生 馬上為您報導國際新聞 偉大神父舍己救人 義大利的新冠肺炎疫情非常嚴重 他們正面對著醫療設備短缺的問題 而一名72歲感染了新冠病毒的神父 卻慷慨地將他的呼吸機讓給了一位更年輕的患者 根據CBS介紹 神父所在的教區早已為他準備了呼吸機 但神父拒絕使用 而如今神父已經去世 當地的民眾為他鼓掌送別 悼念這位偉大的神父 英國超市醫護人員專屬之間 疫情期間許多的地方都出現了購物風潮 而在前線工作的醫護人員 如果要在下班後搶購物資的話實在很累 因此英國位於威爾斯的這間Tesco 特別開放了這個時段 來對醫護人員表示感激 美國參院25日深夜以96比0票通過兩兆救市計劃 希望協助美國對抗新型冠狀病毒 並且刺激經濟 這一個方案計劃向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美國人提供現金 每個成年人為1200美元 孩童為500美元 我們把時間交回給賓宴 謝謝學生 如今美國已經通過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救市計劃 可見這次的疫情真的對經濟造成很大的影響 到底馬來西亞的政府接下來會採取怎麼樣的救市行動 我們拭目以待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新聞最正點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明天見 祝您一切平安 祝您活著自自在在 平常心看待成敗 平安和健康裝扮在口袋 平安和健康裝扮在口袋 每天保持良好心態 坚持夢想不更改 成功的大門會為你打開 為你打開 讓我們迎接成功的到來 讓我們迎接成功的到來 好運來 - stir-me-再次- - 耿地 - 耿地 - 你 - 耿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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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